大家好,我今天為大家介紹我手上的這件樂器 這件樂器不是一個大大琴,它的名稱是古提琴 古提琴大致分為六線的古提琴,或者七弦的古提琴 琴上的弦線是用洋腸去製造的 而這件樂器最特別的地方就是它有跟其他一樣的弦線在上面 而令到每一個音都很像同時一樣的聲音 和我們手上的巴羅克琴弓也是跟現代的琴弓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現代的琴弓就是向內彎,而巴羅克琴弓就是向外彎 而它的木質也是用射木去製造,而頭也是尖頭的 我講一下古提琴歷史 其實它曾經在十六到十八世紀初非常流行 很多作曲家都為這件樂器寫了很多solo或者chamber 就是一班人去夾的作品 去到後來,因為可能大家都開始在一些大的concert hall演出 這件樂器的音量就不太夠了,所以去到後來就滿眼目龍到 直到二十世紀中才復興 我們這次的音樂會主要是玩一些法國的作品 就是巴羅克時期的法國作品 然後我們主要的特色就是 我們會盡量做到原汁原味 像煮食一樣的古法炮仔 我們會用回原裝的古代的譜去演奏 在當時的時候,通常在古提琴演奏的時候 都會和一個鍵盤的樂器 又或者是一個類似結他的樂器 一起演奏 這就是一個古建琴 它特別的地方就是 它的發聲原理就是 去勾弦,而不是跟現代的鋼琴一樣 用一個錘子來敲幾個弦線 另外,就是這個古建琴有兩個menu 有兩個琴鍵 可以在同一時間發出兩種不同的聲音 例如這樣 而且這些stop 又可以控制不同的音色 在我們這個組合演奏的時候 這件樂器就會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音色變化 而且這個演奏的方法 也都像當時一樣 我們不是照著一份譜去演奏 而是看著一些數字低音去演奏 而是看著這首歌 有一個攻擊的曲名字 有一個飲料 真的會有一個操作的音色 那麼有型的音色 也會有一個操作的音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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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